这个夏天最火的帅哥类型是啥? 当然是猴戏帅哥 暑假大热的两位都被说成有点猴本来 之前吴磊和王鹤丽就被说有点撞脸 大家觉得撞吗? 结果猴戏帅哥概念一出 撞脸?撞在哪? 感觉一下就破案了 撞在童年回忆 而随着猴戏帅哥的概念越来越热 网点盘点的猴戏帅哥里 几乎把这两年大热的帅哥一网打尽 几乎都在榜 从宋威龙到甘望兴 到陈飞与黄旭兮 再到丁云兮 陈兴旭 曾顺兮 都被说长得像猴戏帅哥 猴戏帅哥脸到底是哪种脸? 谁是猴戏帅哥代表脸? 谁属于网友拉郎蹭热度? 这种脸长相上有什么魅力点? 为什么能时下大热? 一 猴戏帅哥 长相特征 顾名思义 猴戏帅哥是长得像猴 猴哥们长这样 找一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 看脸型 脸窄长 额头脚短 颧骨脚宽图 脸颊凹陷瘦长 吴磊 王鹤丽 敖锐鹏 脸型都蛮同意 算是猴的比较明显的 相比之下 宋威龙 甘望兴脸没有那么窄 感觉也会没那么猴 更端正一点 宽一点 感觉更端正 窄一点 感觉更花美男 邪气 如果脸再宽一点 虽然也有一些猴感 但一般会更容易被归到蛙系 丁羽兮和场系 当然 为了让他们加入猴戏帅哥大家庭 网友也给他们另起了一只新分支 大嘴猴 有那味了吗? 第二特征 看梯区 猴戏帅哥普遍眉骨突出 鼻梁高挺 加上连窄长视觉集中 整个T区非常鲜明 齐天大圣的T区就非常鲜明 这种鲜明的轮廓 让他们上半张脸立体感非常强 正面就非常打眼 有气场 吴磊鼻子虽然短 但T区的轮廓感很在线 不过对炳王和立T区鲜明 吴磊的颧骨存在感更强些 气质上反倒是更冷更绝些 上半张脸的立体度 看侧面特别鲜明 该凹的凹 该凸的凸 整体错落有致 非常立体 第三个特征 看和面 相比于人 猴的面容主要特征 其实在下半张脸 普遍叫凸嘴 且嘴唇特别是上唇薄 这两年流行的帅哥 和面没问题 嘴也舒展的还蛮少的 吴磊和王和立 虽然有点凸嘴加上唇薄 宋威龙肝旺星这组 其实凸嘴比较轻微 但可能是后唇加上唇略绝 也会有凸嘴及时感 因而也被归到猴戏帅哥 而丁宇熙和陈兴旭 其实一个脸偏宽 一个更端正 但都因为上唇薄 人中长 被归为猴戏帅哥 网友辣平 这么多帅哥 凑不出一片完整的上嘴唇 最后一个特征 招风儿 问题来了 上面细数的特征里 除了踢去立体 像凸嘴 人中长 上唇薄 颧骨突出等特征 一般都会作为缺点 为啥猴戏帅哥 集齐了这么多缺点 还被认为很帅 二 猴戏长相 一种必然 猴戏帅哥的长相特征 虽然不端正 但确实是高度迎合 如今的审美偏好的 首先 狭长收尖的脸型 会显得脸窄头小 整体比例更好 刘浩南头不算大 但无蕾感觉还要窄小一圈 配上精灵尔 脸的收窄感还会更强 显得脸更小些 而王鹤丽更不用说了 男模身材比例加窄长脸 更是衬得铜框的沈月脸 要他两倍宽 即便不跟别人比 猴戏帅哥普遍脸小比例好 半身衬出肩宽蛮感 模特身材及时感 全身看比例也挺好 行走的衣服架子 说是模特也没人不信的程度 当然 脸不是越小越好 从原因上来讲 脸越尖 说明下半张脸骨骼发育不多 新老帅哥正面对比 从幽怜的河面 一般需要更充分的骨骼发育 新老帅哥侧对面 因而过度偏好小脸 窄脸 收尖脸 往往就会比较必然地得到 大批秃嘴 嘴周围肌肉紧张不太舒展的长相 吴磊 陈宇飞的嘴 都会努力包住牙的紧绷感 王鹤立静态还好 但动态看 有点偏和 嘴巴在下巴有点歪 即使本身和面还好 但如果脸颊过于瘦削 加上面中扁低平 也会衬得嘴像凸出来 看侧面 摇齿其实不算凸嘴 但因为面中部位太平太凹 也会衬得像凸嘴 当足够多的美人都有某个bug之后 观众的审美其实会变得更兼容这项bug 甚至能欣赏它 毕竟能直观地感受到 有这个bug也能好看 也逐渐看惯了 比如有人表示 一开始看吴磊下半张脸很难受 现在觉得好多了 而这种紧绷的嘴唇 一定程度上 又能给本人气质一种紧张感和禁欲感 如果能结合角色合理化 反而会变成一种特色 猴戏帅哥的优点 主要在他们基于立体的上半张脸 虽然吴磊唇侧面有点虐 但用胡子修饰下半张脸后 凸显上半张脸立体轮廓 一下戳到我 立体的眉骨和鼻梁 搭配深线的眼窝 最后再由颧骨区分一下正侧面 随便打点光 就是很立体的效果 吴磊健身房这张自拍 立体感很强 虽说颧骨突常被作为缺点 但其实对于显骨感和立体感来说 有突出感的颧骨 一定程度上是必备的 王一博这种二地美人 相比之下也要明显柔和 整体感觉平衡多 气质的冷是温润的冷 没有立体梯区带来的强势力量感 这种恰到好处凸显的颧骨 不仅让侯戏帅哥拍应照气场有保证 而且也让他能够扛住如今高弧的滤镜 即使柔光加滤镜 线条也是鲜明的 即使脸型略调角度 鲜明的梯区也让他们各种角度都有亮点 略微低头 梯区立体 略微偏头 梯区依然明显 侧面更不用说 吴磊虽然鼻子有点短 但随便打光 凸显上半张脸就好看 而王鹤立这次不少名片段 干脆都是侧面 他凸嘴很轻条 侧面还蛮沙的 半侧面 每个角度梯区都好明显 从气质上来说 龙阔鲜明立体的梯区 会让整体长相功气更足 跟紧绷偏薄的下半张脸 反而构成了合力 整个就是大气场 不仅如此 搭配挑脓眉和招风儿 整体还有一种反传统的匹帅感 邪魅感 不端正也有好处 自带邪气 下一个问题是 同样长得像猴 为啥张一山没有吴磊王鹤立这种猴系帅哥的骨劲 三 猴系帅哥人设魅力 脸不仅是硬件 更在于硬件带来的软件 如果只看硬件 那脑袋里就只会有标准 只想砍掉不标准的地方 没给欣赏品位留余地 但其实就像前面分析的 所有不标准的硬件 其实也会带来某种感觉或特色 只要窄线的好 完全可以缺点变特点 猴系帅哥这类脸之所以走红 光是从硬件元素看 最多看懂一半 老帅哥也有T区立体 还没bug的 为啥不火呢 但如果从感觉魅力来看 答案其实也蛮明显 猴系脸给人怎样的感觉呢 首先是霸气 极傲不逊 不主流 反抗感和力量感都挺强 都给人比较痞的感觉 比起温文尔雅的帅哥 他们能给乖乖女一种 让她带自己来点叛逆 甚至让我心颤颤的感觉 这是满足了一种心理需求 这俩出圈角色都有点霸总 霸到攻心 相比之下张一山的脸虽然猴 但更像机灵的猴 而非有力量的猴 相比之下 霸到魅力就差很多 她眉眼也弱 比起力量感更像是没精神 再来 猴系脸其实也自带苦相 骨骼上面中普遍低平 配上瘦削凹陷的脸颊 自带点忧郁气质 金城武也被说猴 他面中平凹是公认的 虽然有霸气的一面 但他们落泪起来 脆弱感也是拉满 那种坏小子见真情的感觉 很戳人 灵不宜更是了 血海深仇再深 复仇才是生命主旋律 战损动人 大特写脆弱感也很戳 当然 又强大又脆弱这种设置 并不新鲜 不少试验文男主 也是这个设置 偶像剧的男主 一半要解决是怎样的人爱我 另一半要解决怎样爱我 这两点都能满足 就基本会成为新一轮古王 虽然长得很霸道 但其实猴戏帅哥 往往有一双温柔的眼睛 吴磊张一山都长得比较猴 但眼睛差很多 或是像吴磊这样 眼角微微下垂 卧蚕饱满 看着像流动着一江春水 眼睛含水量高 又专注又盈盈发亮 虽然大轮廓是硬得张扬的 但细节又很柔带点弱 或是像王鹤丽 一脸痞帅模样花美男 但眼神却出奇意料的 非常专注认真 结合他本人颇为单纯的性格 整体确实有种 道明四般 虽然是个坏小孩 但其实出乎意料的 单纯专一的感觉 不仅人帅 眼神也好鼓 本身冷脸霸道长相 还为下一刻 冰雪消融铺垫了反差感 上一秒还是凶巴巴的冷脸 下一秒冰雪消融 让人心情忽上忽下 这不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说到底 脸不仅是拿来看的 更是拿来用的 比起无限制卷硬件 最近涌现的美人 已经越来越多 是把自己的硬件 用好的类型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